这个之后呢 当然这个当然主要是他 就是只能是出于这个 班固班标的手笔 后人的手笔 司马迁不可能写到 这个里面呢 一般来讲 大家都公认的是说 在他教之史记 在这个体地上更加的严整 叙事呢 也比较周密 更为周密一些 特别是呢 他里面的形象 实际上是有不少的变化的 你比如说 从文学史上来讲的话 我们都了解 这个所谓的这个甲义 在史记里边 是屈原甲生列传 甲生列传 对甲义其实没有 其他的没有写太多 录了他的作品 其实是一个文人的形象 他是基本上 是跟屈原放在一起的时候 形成 就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人物的 一个基本的定位 是这样的 但是在班固写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一些文章 把甲义这些文章 补入进去了 那么甲义这些文章 其实体现了 他对当时的社会 政治实际上是有很 当时的现实 是有很清楚的 自己的看法的 那就实际上 使甲义的形象 更加的完整 更加完整 司马迁实际上 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 因为他基本上写一个人 司马迁的那个手段 是非常厉害的 我讲 他基本上 他对一个时代 或者对一个时代的判断 也是非常准的 我那时候说到过 比如说我们讲柱子百家 他实际上用两个传就写完了 一个孟子寻清列传 一个老庄深寒列传 他认为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其他什么讲来讲去 这个都不要多说了 不用多说 这两家是最重要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是儒家的 一个是就是孔子世家下来 儒家的一条线索 还有一条呢 就是说这个道家 一直到法家的一条线索 他认为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 其他他都不管了 其他都可以是可以略的 所以他大的判断 对一个人来讲也是 对一个人他有发生很多事情 他抓住他最主要的那个特点 最主要的性格特点 或最主要的一生的事业 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方面 把他写 像贾义那个 贾义他跟屈原放在一起 这样就是给贾义定位了 但是像贾义不仅仅是这样 贾义有另外的 他对于当时现实的那些观察 实际上贾义的那些思考 是整个跟汉初的那个政治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方面 其实班固的补入是有一些作用的 所以后来像班固里面 在贾义 在史字的基础上 比如说贾义 曹初 这些都补了他们的那些文章 这些文章其实也都非常重要 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那么从文学上来讲 当然现在一般的判断 当然是史字的文学性 文学的成就是要比班固是要高的 因为班固来讲 文字相对来讲是比较的 当然严谨 当然也比较客观 我前面也提到过 就是说你从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当时 破普成州那一段 它是三个无部 那很有气势 你如果读下来的话 我是读不好 还能读的人读下来的话 是非常有气势的 那么到了班固 它就只删掉两个 只保存了一个无部了 所以它文字上是比较的刻骨 没有司马迁那么重放 文才纵横 没有那样的感觉 所以相对来讲是那个 但是它也有写的好的地方 也有写的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那里面 大家讲到文学上 一般都会讲的 你们文学史 或者一般都会提到的 就是它写的 书五和李陵的那个传 书五传和李陵 就是书五的那个传记 和李陵的那个部分 这两个实际上写的 是非常的好的 非常的好的 而这个部分在史记里面 实际上当然是没有 我们这个能够肯定 基本上应该是 汉书的创造 汉书的成就 所以这些地方 它还是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地方 当然整体来讲 不像史记那么的成就的高 所以人物传记上 它还是有它的成就的 还是很成就的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汉书 一个是叙述 第二可以讲它是一个体力的问题 包括读录一些文献 这些问题 第三个当然讲这个文学 文学的部分 文学的部分 当然它也有这个人物 人物传记的部分 这个当然也有它好的 我就像书五 李陵这些的 但可能不止那么高 但特别要说的一个就是它的文词 它的文词上 文词上实际上是有它的特点的 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公认 它的文字是比较的 已经开始有便利的 便利的这样一种趋势了 比较这种趋势了 史记基本上还是散距的 还是比较散距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然后形成了对比 汉书当时实际上出来的时候 就比较的古傲 他文字上比较的雅 那比较古傲 所以当时讲汉书出来 是很多人都不能通解的 专门是要找人去跟他 当时马荣就专门跟他这个 班固的妹妹班招 就专门去读这个 跟他学的这个读这个汉书 所以有这样的 对后来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后来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 但是评价当时实际上是有 这个后代的评价是有不同的 他们两个身 就是高低的地位是有不同的 这个朱志青仙在他的那个经典长谈里面 曾经提到过这一点 他当时他说 这个史记当时还是用 这个散行的文字 到了汉书呢 就红利精诚 多用排偶 句子也比较长 这个朱志青仙讲 这个是因为词负的影响 从此以后一直到唐代 一般的文士 大多是偏爱汉书的 专门都有人来研究他 传习他 但是史记的传习 传习者就比较少 他说他反映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就是从一直到唐代为止 那个时代里面 崇尚平文的风气 唐代以后 这个散文 这个散文是一个狭义的 中国文在单句 这个散行的散文 散文建成正流 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 这种优劣是因为两书 散和整不同 所以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号上 而转变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 我们这个文学 整个历史上 这两部书的这个升降 所谓优劣 其实从文学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从思想上 从历史的 史书的这个撰写的方式上 这个当然有 从这个角度 也都有不同的评价 但从文学上来了解的话 其实是有这个不同的 就是从上雅和 从上这个 从上瓶和 从上这个散 是有这样的区别 周晋天在他的经典 《长谈》里面 提到过这一点 后来的影响实际上 是非常之大的 后来很多人都是 即使到了散文家 即使我们讲的 就是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 汉书的地位 好像是讲到 那个史记的地位 慢慢起来了 唐代以后史记地位 越来越高 但是还是有很多散文家 他也还是非常重视汉书的 比如说像柳中原 柳中原对汉书就非常之熟的 柳中原是经属于汉书的 这个书是 他自己有一个读书法 他叫八面受敌 八面受敌 就是他读一部书 他一种书要读很多遍 但这部书一部 读一遍的时候 他是从一个角度去读 从一个角度去读 因为那些书 他可能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对不对 他就从一个角度去读 第一 一遍从一个角度读 然后多次从不同的角度 去读这部书 读了几遍以后 可能更多的 可以把握他的多方面 他所谓的八面受敌法 也就是他当时 谈他读汉书的体会 也是读汉书的 后来这个黄庭坚 宋代的黄庭坚 黄庭坚当然虽然不是 所谓八大家里面的人物 黄庭坚也讲 他说如果三日不读汉书 便觉俗气逼人 读汉书就俗了 反正就是说 我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死汉后来影响都很大 虽然有不同的优劣 照朱青先生的意见 是因为有便有散的不同 但是即使到后来的散文 那些所谓散文家 像书氏 像柳中原这些人 他实际上还是对汉书 相当的重视的 相当重视的 所以是这个 那么因为讲到这个 我简单最后就提一个 三国志和后汉书 提一下三国志和后汉书 因为这三部书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叫前世史 我们讲基本的前世史 前世史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当然相比较而言 三国志和后汉书的文学的成就 当然不能跟史记和汉书相比 应该承认是要逊色一层的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实际上是特点 也有特点 从史书上来讲的话 后汉书和三国志也记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献 特别是比如像陈寿 他驻三国史 因为陈寿原来是属的 是属的 他是有属入境的 所以对他来讲实际上是在写他的当代史 对他来讲实际上是在写当代史 所以他对很多事情 他是可能是亲历的 或者说是亲闻的 所以很多实际上是详实可信的 详实可信的 范燕当然时代比较晚 范燕时代比较晚 他写后汉书时代比较晚 隔得也比较久 但是他当时看到的很多材料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他也还是保留了非常多的史料 他看到的材料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多 这实际上是辩证法 我有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比古人要看得多 这个意义上是这样子 我一直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比唐人读李白读得多得多了 比唐人读杜甫读得多得多了 这个是后代 越到后来看到的越多 但是有些情况下 像这个确实范燕看到的汉代 后汉的文献 东汉的文献 或者东汉的当时 当时有很多人修后汉的史书 他们这个文献肯定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 比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所以这些方面也都那个 而且这个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 还有读这些书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幸说 也就会 如果会读的话的话 我们这里上课只能这么就讲了 随便讲讲 这个如果要仔细读的话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则 就是特别像史记汉书三国字后汉书 你们要对着读 一定要对着读的 就是说史记和汉书有特别是像 你要体会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话 就同样的史记 有的篇目 汉书有的篇目 你对着读一下 你可以有很多很具体的感受 后汉书和三国字 其实也有不少是从的 大概我那时候对读过十几篇 对读过十几篇 也还是 你一对读以后 他们各自的风格 或者各自的特点就非常明显地脱显出来了 而且我初步在我读下来的一个基本的感觉 其实是后汉书 就是范页确实是能写文章 三国字和后汉书里边 我对过十几篇 对读读下来 其实后汉书写得更加的调理 因为它调理 所以非常的流畅 三国字是基本上要显得充实 要显得更加调理 显得更加调理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对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来讲 提到 那么从文学上来讲 其实他们也是有他们特点的 总体来讲 三国字是比较的真实 因为它是写 对它来说写当代史 有些是它轻见轻闻 所以比较真实 但是它文字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洁的 比较的 就是说如果中国过去的讲法是所谓有文字的话 有文字区别的话 我们讲文和字的区别 三国字比较倾向于字的这方面 比较是字直的 或者是字实的 三国字是比较这样 但是它也有写得非常好的地方 比如我只能提一下 不能多讲 比如诸葛亮传 诸葛亮传写的是非常的安排的非常 组织非常好的 就是陈寿的三国字里边 蜀的诸葛亮传 安排的非常好 它内容非常丰富 安排的相当之好 里边像关羽传 什么许祖传 有两篇 有些传也写得非常生动 也有很生动的描写的 关羽传 这些都不可多得 那么相比较来讲 三国字 后汉书是更加倾向于文的这方面 后汉书更加倾向于文的方面 后汉书一方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对读下来 我觉得后汉书实际上 它写得组织更加好 条理 充实 非常的流畅 连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文字上 其实范页的时代 范页是时代比较晚 已经到了南朝时代 所以它那个时代 是一个崇尚文词华美的时代 崇尚文词华美的时代 所以它对自己的文章 是有充分的自觉 而且自觉的追求 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成就 它是有 可以讲是自负的 可以是颇为自负的 它特别是对它的那些论 它里边的那些论 特别对里边的那些论 就是诗论 就是它一篇里边 它可能 那些人物 那些传誌里边的诗和论的部分 这个部分 后来比如说文选 萧桐选文选的时候 都把它单独选进去 我们这里没办法仔细来讲 只能提示一下 就是说这些论 其实写的都是非常好的 写的非常好的 所以它自己也非常的自负 它自己说 这个是它自语为天下之耻作 天下之耻作 比较这个班式所作 非但不愧之而已 就是说文选写得很好 天下的耻作 跟班固比起来 毫无愧色 甚至是耻子不愧而已 意思说 我起码是 等于或者高于它的 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它这个是 确实是有它的成就的 所以那个叫什么 就是班固 不 萧桐编文选的时候 它史书是不收的 对不对 它史因为是单独的 所以它不收的 但是在这部分里边 它是把它收进 就是 后汉书里的续和论 它是把它收进去的 然后我下面就 下面这个讲开一个头 好不好 它讲的从质朴到华丽 可以讲是 秦汉帝国的文学意识 秦汉帝国文学意识 我主要是想讲 实际上主要是讲 就是所谓 汉代的一代之文学 所谓的汉富 那怎么来理解 汉富我们呢 其实现在 恐怕都 大家都很难读了 对不对 不太有人去读 我以前硬着头皮读过一点 后来觉得这个富 其实越来越觉得富重要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对后代 其实我们研究汉富 有很大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后面再说吧 其实很重要 就是不仅那些汉富 本身对汉代很重要 而且富的发展 其实对整个的六朝 甚至一直到初唐 盛唐那个时代 整个的这个时代 都六朝时代 都是非常重要 富都非常重要 所以要了解 六朝时代的文学 我们以前对富的重视 实际上是不够的 不够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首先就是说 实际上是主要讲富 但是呢 我一开始有一个话 就是说 首先想提几点 就是我们过去 都熟悉了 就是鲁勋先生讲 所谓魏晋那个时代 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而且他那个论据呢 引的就是说 这个当时曹丕 这个典论论文里面 讲文章是 金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世 那这个说法呢 现在很多人都说 这个其实日本的学者 早已鲁勋先生就提到过 而且鲁勋先生在他的文章里 提到这个时候呢 他是打了引号的 所以有人怀疑呢 他是从日本那边 这个转过来的 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 这个可以先不去多说了 但是一般的认为 这个魏晋时代 实际上已经是非常 这个所谓文学自觉 那这个话呢 对呢 对不对呢 当然魏晋以后文学 特别 这个文学的意识 是大大的加强 而且发生很多的 这个重要的变化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是不是 就是到那时候突然发生 其实并不是 从汉代开始 我们所讲的这个文学 其实已经开始 这个文学的意思 或者说美文的意思 已经越来越 慢慢凸显出来了 慢慢凸显出来了 它跟先秦时代 是有所不同 先秦时代我讲的 诗经厨词最早是这样 虽然是运文 最早它的功能 其实并不是文学的功能 这个史传 史书和子书 其实一开始 也更不作为文学来写的 那汉代有一些不同了 那么大概有几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提到的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这可以算是一个影子 一个就是说 当时所谓 文章 文学的区别 文章和文学的区别 文学这个词最早出来 是这个论语里面 你们知道孔门四科的文学 它主要指的是 这个古代的文献 古代的文献 所以它的包含是比较广的 但是到了汉代 根据很多的学者 包括像郭少渝贤 就是郭老 他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他非常重要 因为五四以后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 就是要用这个 比较现代的这个文学观念 来梳理中国过去的传统 所以在这里面来看 他就特别讲到 汉代的这个 所谓的文章这个概念 慢慢脱显出来 而且文章或者文词 这两个概念显示出 某种程度上 和文学的概念有区别 这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文章和文词 更多倾向于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文学的意味 就是那种连续成篇的 这个文章 更在这个角度 而文学包含的范围比较广 包括了经学 包括了很多的学术的内涵在里面 那些那些那些作品在里面 所以文学和文章 这两个文学文章 文词和文学 这个之间的这个 慢慢的这个 好像在他们使用上的 这个概念上的区别 实际上体现了文学意识 我们今天讲的文学的意识 这个慢慢的独立 或者慢慢的发展 这实际上是在汉代出现的 并不是到魏晋时候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 是需要提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 当时的目录学的著作上面 也可以看出来 对于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 其实也有它的特别的意识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是这个 师傅 大家把师傅放在一起 叫这个师傅略 师傅略是什么 就是汉书一文字里面 汉书一文字里面有这个 分了六种 六略 分了六种 比如说第一呢 就是这个六亿略 六亿略 六亿略其实是经学的那些东西 第二呢就是这个诸子 第三呢就是这个师傅略 列这个师傅略 它为什么列这个师傅略呢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一些是一些歌谣啊 然后这个一些一些一些诗啊 包括还有这些傅 一些傅的作品都包含在里面 那相对来讲 就体现出这个一个独立 那么其实目录学的著作 大家知道目录 它不仅仅是一个 中国过去照这个张学成的讲法 是叫辩章学术考进源流 目录学我们就简单就是说一堆 很简单就是一堆书 当时像 因为这个汉书一文字再往前 其实并不是他的意见 实际上是这个 刘欣侵略 刘欣的侵略 就是刘相 再往前就是刘相 刘欣他父亲 他们在那个东汉后期 西汉后期教书 教理说 他一大堆书在面前的时候 他就重新要进行调整 来部类的分别 实际上就是对一个 知识系统的重新整理 因为我们现在话来 就是知识系统重新整理 来判断 然后哪些重要的学科 或者哪些重要的知识和 比如这个就是著作的门类 有哪些 这个里面实际上 它不仅仅是一个把书摆在哪里的问题 实际上是后边是有一个概念在能的 我们过去讲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研究的近代 从以经可以绿谷 从近代来看 我们以前讲 经史子极是四部之学 然后怎么到现代 我们来分文史则 政经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这种实际上都是体现了一个知识系统的一个转换 都体现了后面一个观念的这种变化 所以这个师傅略独立出来 实际上是意识到这些作品 有它特殊性 而且讨论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汉代 你们从文学史的书上 或者说如果你们去找文学批评史 去看一看汉代关于富的一些讨论 其实这些富的一些重要性 其实都已经谈到了 富是要美的 是要纵横交织的 等等 这些所谓便利可喜的 等等 实际上都已经讲到了 近书于我们今天讲的美的那种方面 这样都已经有了 第三个要讲 其实跟这有关 就是文人和学者之间 实际上渐渐有了这个分别 以前就是所谓的知识系统 一个人就是包罗万有 他掌握很多方面 但是其实已经慢慢的有所不同 这个史记和汉书里面 都有所谓儒陵传 儒陵 就是后代有儒陵传 后来有所谓文院传 但史记汉书里面还没有文院传 只有儒陵传 儒陵传主要基本都是学者 都是学者 学者把它列在里边 那么有一些人显然 他就没有放在这个里面 你比如说史记里边 他把司马相儒 他就列一个传 对不对 单独列一个传 司马相儒里面列了什么 还搜了他的副的作品 搜了他子居副 上林副 把这些副的作品录在里边 所以他显然认为 这种人跟儒陵 还并不是一回事情 那么更明确的 就死汉还是 就是有儒陵传 这个是 死汉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基本上到了后汉书 范页写后汉书的时候 他就单独列出文远传 和儒陵传就已经开始分别了 就不同了 跟儒陵传是非常的明显的不同了 那么这个不同 实际上也体现出来 这两个之间 这个区别 这两个区别 这两种人已经不同了 范页的年代虽然晚 但是起码就是说 一个是儒陵和文远分 另外一个 他虽然时代晚 但是起码说 在那个时代他有一些人 有那么一批人 有一批人可以归入了文远 当时事实上是要有这批人 虽然他是后代来归纳 但那个时代确实说明 确实你一眼看过去的话 确实是文人和学者 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是说 有一批文化人 他努力的主要的方向 并不是所谓的经学 或是主要的学术的那方面 他们的常数是在什么 是在那个所谓 就是联组篇章 他能够把文字排列起来 连起来 写成一篇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这些人的长处 他们的这些真正长处 并不是在学问上 并不是在学问上 所以这个已经体现出一种 他的志向和他的所擅长的 不同于自学的那些人群 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 有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简单就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汉代其实他的文学 其实已经和先秦时代 是有所不同 是已经有所谓美文的意思 或者文学的意思在里面了 是有所谓美文的意思